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的分析里面去讲到 那除了这个以外 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比特币的这个顶 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 就是在65,000到69,000这个位置 如果说这个顶突破了 那上方就是一个真空区域了 很有可能还会直接往上冲 所以这个阻力是非常重要的 在于周图的天图 那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 你需要注意的位置我会给你知道 那我们马上去看 今天的日期是3月1号 美好的3月份开启了 比特币的周图 已经是接近了这个前高很重要的主力区域 那这个主力区域是在65,000到69,000 那之前呢涨到最高的位置呢 就在69,000左右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 如果说它是可以突破 上方呢已经是没有这一个主力了 所以如果说接下来真的突破 大家真的要很留意 如果接下来的比特币没有出现任何的假突破 回调后接下来继续的往上去涨呢 那你就需要去注意这一个上方 有没有突破站稳了 那如果有的话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很大概率 还会看到比特币继续的上涨 因为现在的上涨呢还是非常强势 没有任何的回调 切换到比特币一小时突 我在昨天的影片有提到 如果比特币这个反弹能到前高出现假突破 那接下来将会回调 可是它在这一个位置 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主力区域 在这个位置挑战多次都不破这个主力 那这个主力区域是在什么位置 大家可以去留意的就是63590 那出现回调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回调在涨的是非常好的 那如果它真的是盘整呢也是不错 盘整如果有在一个区域里面 那就非常的漂亮 可以来回去刷 直到它出这个方向 那我们现在要去留意的就是 比特币目前这个位置呢 是没有很好的一个操作机会 因为这个是比较属于中间的位置 那如果可以呢 最好是有回调到我昨天影片所讲的 一个Fibonacci 0.5或0.618 那刚好0.618这个位置呢 是在这一个支撑区域 所以如果说有回调到这一个位置 那你就可以去注意有没有一个做多的机会出现 那如果有做多的价格行为 比如一个假跌破 还是说出现了一个插针收回去上方呢 你都可以留意这个位置去解脱 所以现在这个比特币呢是 还没有看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我们还是要留意的就是 之前挑战的这个主力 然后还有就是下方的这个支撑 希望它可以下来 让我们有一个上车的机会 那我们先去看以太 在影片的资讯栏下方有这个链接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户口 可以使用我的去注册 新用户KPC充值100美金 就送你30美金的这个现金了 而且2024年还有这个抽奖活动 大家还是可以去报名参与的 只要你是用我的这一些链接去进行交易 那你就有机会获得这个 iPad iPhone或是MacBook 那在下方呢你可以看到这个 会员群和VIP的代单群 然后有任何的问题 你都可以联系我的客服 这里下方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符合只有一辆就可以免费进群了 切换到以太的周图 我们来看以太的上涨也是非常强势 跟着比特币上涨 那现在我们就要看比特币会不会出现回调 然后以太呢才有机会出现这个回调 好那我们看以太目前的这个上涨 你可以看 它已经是上涨到了这个阻力了 现在是受阻在这个位置 而且昨天晚上呢 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看空的信号出现 那接下来的这个以太会上涨到什么位置 接下来我会去留意的就是这个阻力线 这个阻力线3975很关键 你可以看它之前受阻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回调 那接下来上涨的也是受阻在这个3975 所以接下来的以太如果说可以突破 那我将会看向这个3975的一个位置 而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我们来个Fibonacci从底部 那我们拉到底部 好我们可以去注意哦 你可以看0.618是在这个位置 而0.786就刚好就是在我所提到的这个阻力 所以接下来的以太上涨呢 我将会留意这一个位置 我们来看以太币的一小时突 这个是前高的一个阻力 那它挑战多次都没有破 然后在昨天出现了一个假突破 而且呢也出现了这个吞没 你看一个2B的一个吞没 吞没就是一个看空的信号 所以如果说以上涨的行情 你是要做这个空呢 我是建议真的一个短空 因为它真的是超高风险 那如果你是一个低风险的 等回调做多机会呢是最好的 不要去做空 因为如果说你一直摸顶是很危险 但如果你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假突破 你要去开这个空是可以 但建议都是你的肠位一定要做好 要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这个是会员群和VIP群我有发的 是一个以太币的复盘昨天的一个走势 就是在这个阻力线出现了一个假突破 还有出现一个吞没 那这个风险肯定是超高的 因为上涨的行情做空 那肯定是一个短线就好了 那我昨天呢就是这个假突破后 有开了这个空单 那这个空单的进场是在3506 而出场是在3300 我们回到以太的一小时突 这个位置就是假突破的位置 然后在这里去开这个空 然后我的这个指引刚才有提到 就是在3300 非常的漂亮 就是我的指引是在这个位置 那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呢 其实我是拉了这个Fibonacci 然后你从这里底部的位置 你拉上去 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其实这个0.618呢 就是位于这个位置 这张空单我是不会拿9的 所以我在0.618呢 就果断拿了这个引力 那后续的这个以太呢 就出现了一个反弹 那反弹呢 我还是一样的 会去注意上方的这个阻力线 那这个阻力线是在3499 你可以去注意的 如果再一次突破失败 那就是说接下来会出现回调 那回调呢 除了0.618可以参考以外 那下方的这个区域 是非常值得参考 就这里 切换到以太的四小时图 这个上涨 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强势 那我们要在什么位置回调去做多呢 我们可以去注意的 就是下方的这个支撑区域 那为什么是这个支撑区域呢 我之前有提到了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挑战了非常非常多次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是非常多次的 而且这个区域也刚好 如果你在四小时图 你从这个位置 你拿一个菲波奈奇到上方 你可以留意到 其实他刚好0.618就落在了这个支撑 就是在3224 就这里你看就是这个支撑 所以如果说以太要去做多呢 我会去留意的就是下方的这个支撑区域 就在这里 只要他是没有跌破这个支撑区域 有出现一个反弹呢 那我就会考虑在这个位置去做多 所以接下来你要进行操作 最好就等他回调进行操作 除非他真的非常强势 再一次的突破 那你就要注意了 如果他再一次的突破 这个3499 因为他已经是多次都没有突破嘛 那如果他真的是突破稳在上方 你要开个突破的多单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假突破你一定要止损离场 所以我个人如果说要进行多单的操作呢 我还是比较建议等回调去找机会呢 会比较好 那回调呢 就是这个区域 所以去留意了 这个区域 我去找看有没有一个这样回调后的一个 做多的机会 然后看向这个阻力 那如果可以突破 那肯定更好 好 这个就是我对于比特币和以太比的分析 你喜欢我的影片呢 记得把我的影片点赞咯 感恩你们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